Hello 大家好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询问我 关于怎么驱除一些地鼠 花里鼠的事情 我们的小院里也经常发生这些地鼠啦 还有这种岩鼠 以及仓鼠 和这种花里鼠 这些地鼠们经常光顾有植物的一些院子 如何驱逐它们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 尤其很多地区的法律还不能把它们置于死地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们驱赶走了 我们的方法一就是用灯光来驱逐它们 您最好点上这种灯光 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 有灯光呢 灯光亮了 这些小动物们就不太喜欢到您的院子里来了 方法二呢 是养一些猫和狗 您看我家里的狗啊 它就经常到院子里去巡视 所以呢 它总能帮我们发现 它总能帮我们发现 哪些地方有这些地鼠们出没 我们就能很轻易的发现它们的洞穴了 好 您发现洞穴以后 方法三就来了 它就是张脑球 特别管用 我用这种方法驱除了 我家院子里主要有花梨鼠 这种方法驱除花梨鼠非常管用 还有地鼠啊 他们特别讨厌这种味道 所以呢 我们把它放在洞穴口 用我们的这个喝水的 就是一次性的水瓶子 把它放在洞穴口 它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不再到您的家里挖洞了 我呀 是在Home Depot买的 比较便宜经济实惠的这种张脑球 然后让我的这个 让我的小狗呢 带着我去发现一些洞穴 你看 它每次都能发现 发现以后 我就把灯放在旁边 然后呢 就放上这种最管用的张脑球 结果就驱除了地鼠们 他们就不光顾我家后院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需要用 最好用这种大的网子啊 用大的铁丝网呢 把您的小一些的植物 把它圈上 这样它不至于被一些动物侵害 否则我们辛辛苦苦种的植物 都被它们吃掉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